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吃惊 我没想到他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 名叫李华 46岁 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 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 我当时真的是心里起上伐下的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 他的脊背弯曲成了C型 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他说妈妈我治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 我怎么办 我生你出来 我尽我父亲的能力 跟你一直好了 听到哪儿的话 医院治得好了 我就带他去看 我儿子还是困难 后来他到医院去救了不能走路了 我就带他去 带他到楼梁去 我那时候是4亿多岁了 现在又是1亿岁了 三十五岁 她的头就转跌了 这个颈椎压拍了 就慢慢慢慢的头就往底下转了 李华十八岁开始犯病 二十七岁时 颈部开始逐渐折叠 二十九岁时 头已经无法抬起 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 三十三岁时 已经弯曲到九十度 三十五岁时 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 仅仅不到两公分的程度 你给你拖出来 拖到土里了 要弄两三次 它就是这么样的舒服的 喝水的也是 让这个吃光喝的水下 吃饭啊 就是弄到这个头样的 它就这么偏实塞进去 头就在这 在这个气的一样 它在那个阳碗上 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 吃饭它就是这么样的 吃饭它最后要四十分钟 慢慢吃慢慢吃 所以我吃一点 早要吃点面条 反而它就不吃了 李华十多年来 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无法直立 无法抬头 无法平躺睡觉 无法看见除了双脚 以及双脚像那三寸土地以外的 其他东西 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 全都需要母亲 糖冻尘照顾 我现在就留着 别生也要不躺孩子 吃好了 不吃好了 我又死了 他哪个来教育他 他是生我的了 他也没办法了 我也是没办法了 得了这种病啊 那对我自己的命运不好了 未来治病人这里走 那里走 二十多年 所以到很多人都知道 失望的是不大 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住室 然后就是看到家 各个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 学子便宜了 买到学子的就 看学子就是放这边看的 放大腿这边看 学子一些 然后是随着过 就是有时候 听人在我们家 就听他们说话了 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从青丝到白发 母亲带着李华 曾去过十多家医院 但李华的病情 却愈发严重 2019年6月 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 从湖南永州的老家 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 脊柱骨病科 找到了陶惠仁主任 你要走的话 右手必须得扶吗 不扶不扶不行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 矫正的医生 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 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 我们管他叫三奥折叠人 也确实是第一类的三奥折叠人 第一个奥 下颌在胸之上 第二个奥 胸骨紧贴着尺骨 第三个奥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 你能蹲下来吗 蹲下来 再拿一个东西蹲 强制性脊柱炎 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 发病几率还很高 大概千分之三左右 但是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 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 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 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就是测试它 这就是测试 胖到侧面 这地方就靠脊柱的结果 那次才能吃 是吧 当然两侧的话 哇 想想想 脊柱畸形的手术 这个病人做完了 就是潘登的朱姆拉玛风 陶惠仁 深圳大学总医院 脊柱古病科主任 在此之前 他在西京医院古病科 工作了三十多年 是全国做脊柱 畸形矫正手术 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 可现在 他遇见了医生中最难的挑战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 潘登朱姆拉玛是他最高的境界 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像他这样严重的 我们是第一次遇到 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 都很困难 很会见 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 我们那个CTG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 它整个这个尾骨的 基本上成了一个欧子形 成了一个圆圈 第一肩隔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 这充气量大概是2.6 这个不包括软轴症 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死了 因为它长期不运动 它就会导致盖的流失嘛 引起骨质疏松 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如果不治的话 它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 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 第二个的话 它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 压烂了 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 它也就没命了 它这样再长期压下去 它的肺功能也不行了 肺功能也不行了 那它活不了多长时间 陶惠仁主任 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 无数次绝望之后 最后的希望 这一天 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 带领麻醉科 关节外科 感染科 影像科 消化科 呼吸科 血管外科 手术室 康复科等十几个科室的主任 前来会诊 讨论陶惠仁主任 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指导人了 到现在为止 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 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 陶惠仁主任 按先疫后难的顺序 为他设计了一套 分开做四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 第一步的话 把髋髋节给截断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鼓鼓颈 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 能打开一定的角度 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 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 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 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 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 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 截断第七颈椎 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这个手术的话 前前后后四次手术 大概持续至少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 四次手术 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 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 髋关节打断了 如果我们接不上 那它就一辈子做不起来了 站不起来了 死亡的风险 要比普通的脊椎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 骨质疏松非常运动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 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强制机会 出现精觉或者是不需困难的话 就没有机会 忧虑 担心 疑问 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 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源 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 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 全把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 要插一根管子 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 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 这个管路的建设 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 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 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三四公寸这样一个距离 就被完全遮挡 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 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 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 李华住院两个多月来 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上厕所之外 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又十多年了 又十多年了 他一直在家里顶呀顶呀 顶到每日这个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 要靠医生 支持老师 还要靠自己的运气 当然说今天有病的了 你不做几个人 也是死路一条 自己为了运人 你还不是死路一条 有医生给你做几个人 还有一点的失望 要不好要不好 就是两个路了 放心地做的 也相信他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 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 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只好请问你第一件事 想说什么 早安不远 是大肚子 你进去那天要关了 还有是进房子 再是洗房子 吃一个房子 吃一个老婆 吃一个小孩就可以的 家瑜啊 没得怪死啊 你准备好液体了吧 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 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 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 敢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我敢做它的话 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 很了解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了 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津院的老同事 将近上千台的就几书测完麻醉 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再来一点啊 好了 麻醉科孙艳原主任带领团队 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 医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 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 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 更重要的是 他们成功与否 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血管穿刺还算舒服 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 在气等插管 面对一个面部 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0米 并且气到血管 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 孙叶仁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 那清醒插管呢 因为它不能完全暴露气道 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 比如说光棒 可视喉镜啊 这些都不行 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 或者盲碳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 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 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 对气管插管时的口状感 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 从鼻孔伸入到李华的喉镜 先对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 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 还有光源 它是可弯曲的 这样我绝对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 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 伸进它的气道 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 然后再让我的管子 顺着这个镜子 慢慢慢慢滑进去 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 平常很轻松的操作 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 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的 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两次机会 进去就进去了 进不去我就要放 有点不舒服人一样 你老曾就要说话 有一点点难受 把这两次过来 你先让我看哪 别回来 这个龙虎长 退退 不要松口水 快点弹住 别说话 说出话了现在 很继续 非常好 别吸气 深呼吸 深呼吸 李华 不要给药了 李华 让呼吸 快呼 怎么要上来就这样 你怎么给这个 真净药 真净药 让他觉得舒服 但是他怎么给的太多 恰好 让他的心肺功能 让他既能保持 和你对话 还能配合 可能就是我们 以前积累的经验 在这中间 发挥了作用 我真的 已经成功了 太好了 最关键的一点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 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 外科手术正式开始 按照陶主任的四次手术方案 今天进行第一次手术 鼓鼓紧 结鼓手术 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 把李华的双腿打断 目的就是 使李华折叠的身体 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 让面部距离大腿 仅有的1.8厘米 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 为下次 对李华俯卧位 做腰胸椎 结鼓手术 创造条件 因为这是属于 关节外科的手术 所以陶惠仁主任 特地请来了 西京医院的老同事 也是国内 关节外科领域的 知名专家 吴瑶萍主任 手术的体位 是结鼓手术中 很少见的侧过位 吴瑶萍和陶惠仁也有主任 决定先打断 李华的左侧髋关节 吴主任找准定位 划开了一道 7亿米的切口 李华的髋关节 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软缩的状态 像生锈了一样 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 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 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 进行甲关节的置换 李华的双腿 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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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这个变形呢 这个变形呢 这个结果比较你往那里 出不去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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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瑶萍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 少量的凸血就完成了双侧鼓鼓井的节骨手术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 按照计划 李华将在两周后 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节骨手术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宽宽节节骨之后 李华就是坐在床上那种状态 我们就看得出来 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节骨 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 他趴不下去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 虽然从树前的1.8厘米 扩展到了30多厘米 可是依然无法达到 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此时 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 做腰胸椎的节骨手术 可这样的话 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 将是前所未有的 要么选择先做颈椎节骨的手术 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 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 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 接受颈椎节骨 终于 13天后 陶主任果断决定 把风险最大 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 颈椎节骨手术 提前到第二步去做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为李华创造 趴在手术台上 接受腰胸椎节骨的机会 虽然陶主任 从来没有尝试过 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 进行颈椎节骨手术 来 抬到屁股啊 抬到屁股 你先抬到屁股 来 一二三 好好好 在你一辈子里头 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 那就是这种病例 来 把管子固定好 先把管子固定好 坐着手术的 我是第一次 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 弄完了很多挑战 确实很难 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影像显示 李华的头和胸 畸形最严重的部位 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 是在第七颈椎 陶主任要做的 就是要截掉第六七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 和第七颈椎的上三分之二 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 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 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在第七颈椎做颈椎手术 在国内来说 李华是第二例 因为第七颈椎位置很高 如果在颈骨过程中 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 那么李华就会高位结瘫 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 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 危及李华的生命 这是四次手术中 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 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 进行手术 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 更是成倍增加 手术室里 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 因为面对这种 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 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做手术的时候 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 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 我要控制头部 并头吊下来 我看了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医生们在李华的两只耳朵上方 分别用两根钉子来固定 两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 约一公分左右 钉子固定好 还需要用绳子 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 为了预防万一 陶主人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 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人 树中是否伤到了脊髓 陶主人沿着李华的颈椎 划开了一道长约十公分的切口 在这个位置做结果呢 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 碰一下子就塌了 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 没有朝生骨刀 手术的安全性就要保护 很快 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翻过来翻过来 把那个东西搁上 在结果的时候 我第一个 我头那个地方 我要有一个头花 第二个 我们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 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化固定的 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陶主人开始对颈椎进行复卫 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我们把颈椎截骨之后啊 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 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 抬得过高的话 我们直接看不到地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往往是抗 好 再开头 请开了多少 大老连那个 从左左远啊 就是那个下头的 从左之间 被放入全部地上啊 对 无畏的时候啊 听到这个 骨头断得很塌的一瞬 这个时候是蛮担心 担心什么呢 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啊 骨头不能错位 如果一旦错位的话 神经也就受损伤了 在这个时候控制也好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们经常会问 监测的 其实监测怎么样 他回答 好的呢 那就告诉我们 你再小心一点啊 然而就在此刻 麻醉科孙主人群发现 李华的脑共鞋指数 越来越异异 你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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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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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又不得放心 我也是不得不得 麻醉的话 给他很好的 维持他的血压 血容量 血红蛋白的水平 那这样子继续缺血 这种痕性就消了 很快 李华脑供养指数恢复平衡 医生们向李华的颈椎 打尽了22颗钉子 李华原来的颈胸折叠 终于打开 李华 李华时隔20年后 终于抬起了头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嘞 好嘞 来 这边 在这 快来 快来 快来看你儿子 看了你儿子 抬起不来了 我看了 好 好 好 高兴了 你们进去了 时隔20年 时隔20年 李华终于可以抬起头 正常看见母亲的面容 而母亲也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儿子 抬起头的模样 李华的眼睛 因为长时间斜着看东西 眼珠也变得不再对称 母亲心疼儿子的同时 更看到了儿子能停职身板 站起来的希望 你要提医生的 医生也教你什么做 你就自己做 给他的病治好了 我们一辈子都幸福了 20多年 给他治好了 他身子也好 我也好 在颈椎结骨后 李华的身体 终于有了趴在手术台上 做腰胸椎结骨的机会 这一天 李华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 这次手术 是四次手术中 难度最大的一次 跟前两次手术不一样的是 这次李华 终于不用再忍受 清醒中进行气管插管的痛苦 但是因为李华特殊手术体位的需要 麻醉科医生 只能在牵引床上 对李华进行麻醉 成功后 再把李华放到手术台上 全贴扎实了 他一旦扎好体位 你就没机会 此次手术 陶主人要对李华进行第十二胸椎和第三腰椎的结骨 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 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微字形 并且颈椎刚做完结骨 双腿的咕咕颈是结断的 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 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一道难题 我要趴的去做 那么病人它几乎是个V字形 他趴不下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 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 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 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 有粗的有细的 根据手术的需求 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垫起来 怎么样 你们在那儿跑了 你们俩在这地方 有一个人在这儿 我能够在这边接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 正面朝上 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 让他正面朝下 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抬往下走 抬往往 抬起来 待会儿你搬的时候 直接就上来吧 高一点 头部都不能转 手不要用太大的地儿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 但是风险极高 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 那么急易出现脊髓损伤 有可能造成高位截胎 气管插管一旦脱落 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 再也醒不过来 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 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 再一张 三个科室 二十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 五十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 十多次的角度调整 整个手术是紧张二十四 面对史无潜力的患者 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 这样子拖着它 一点一点的去改变它那个体位 因为你稍微快一点 有不一定就把它折了 它那个脊髓 那么脆弱的东西 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 它就会瘫啊 真的是那个 所有人都是喊着耗着的 一二三拽 抽出一个电子来 一二三拽 拽出来一个电子 不可以了吗 不行 再是一个小的 就这样 真的都是跪在地下 抬着手 一二三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 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 俯卧在手术台上 他这个腿 看见怎么发现 颜色很深 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 一位护士突然发现 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对 右侧的腿怎么颜色 李华来 来 李华看一下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 突然出现了大部分新鲜血栓 这对手术来说 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 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 揉走到肺部 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色 而窒息死亡 12点08分 手术正式开始 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 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 她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 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 手术室里 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 结骨 打钉子 复位 矫正 固定 再矫正 再复位 再固定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 再加上血栓的风险 陶主任必须做到 既要精准 又要尽可能的缩短手术时间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不可控的风险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 床上要大 出血 我担心的是胸十二 结完了之后 可能是不是出血太多 没有办法接腰三 陶主任很有信心地说 没事出血就多 出血大概已经一千多毫升 病人情况非常多 接着就出腰三 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造一纸醉了 经过九个半小时的手术 陶主任完成了 李华胸腰椎的结骨和腹胃 那个 现在看都顺利 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 就能躺平 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 就是我早上担心了血酸的问题 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 就是只要不感染 没有血酸就可以了 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 也不用去ICU 好吧 好 谢谢你 好 把这一伤都没问题了 撕 一 二 三 先把腹肌扶着 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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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放下 李华醒了没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 李华等了24年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 我要躺下 我要躺下 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 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 他已经躺下了 为什么他一次说要躺下 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 他多少年了 对他来说他躺下 始终就是错误 他没有就是说是 二十多年以来 从来没有再 仰卧 仰卧平躺过 说实在的挺感动的 那会儿觉得 就是从病人一个 微型的一个体型 最后变成了一个 他能平着 能就像正常人一样 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 哎呀 觉得就是说这个 感觉到就是说 这个团队 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也挺伟大的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没事没事没事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 不太适应 他马上突然躺平了 他不舒服 他要侧着 但是现在确实是 你看你满意不满意 这个是什么效果 好回吧 好 回病房 有些人就说 你做他干啥 做这么大的手术 做这么大的手术 你咱做乖 怎么办 就是你一个医生啊 你总要挑战自己啊 才能做一个男的手术吗 我说我没做 我还能够做 这么重的病人 如果我们不接受他 他肯定就是 回家等死这一条路 他未来的生活 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 就是回案 那我们可能是他 最后一次机会啊 我们当时有一个职业的感觉 就是这种人太有意义了 你学一辈子 不要不给很多 这几个这样的人 拯救他的这个生活 和他的好不应的人间一大 是吧 感受我们所有人的能力 我现在做上次 下午下午 我下午 这个代表内容 就是对你这个 大肥的力量 我自己看到这些失望了 就是说 我就终于吃妈妈的 可以开始行走的 漱口十年 到这个自然水管 就是妈妈的 可以自然了 感觉很开心 我从生病一样 二十多年 在我弟弟家都没吃美 很舒服 很高兴 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 老房子里去看一下 可能有三百年了 你先拿着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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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拿着头上 你先拿着头上 多年嘛 老妈都看着的 现在看着就不多了嘛 给你高兴嘛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龙嘛 鸡子鸟不齿的 那母亲的精心叫我教教她来今天 生回的毅力在四个一样多活一点 多看一点 实际上保养实际心体的 我实际保养心体好 我就跟我儿子鼓励得他好一点了 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我心里在二十多年了 苦慰不治的官方 掉过我 心里感到很难过 重新站起来了 能够看见我心里 镜面的面影 我笑容 也看到了 小时候和童年力下降的幸福 心里感到非常开心 我笑容